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三三晚校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第二部分 财政部分 那么财政部分呢 总共是从教材的第九章 到第十三章 那么这部分的内容啊 每年的考试呢 大概是在二十一分的分值 接下来 我们先进入第九章的内容 第九章是公共物品与财政职能 这一章呢 总共是有以下几节 第一节是公共物品的定义 及其融资与生产 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公共物品 它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 它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榻性 那么公共物品的这个需求显示呢 一般公众会可以用选举或投票的方式来显示 那么涉及了融资有三种方式 生产呢 也是三种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呢 它主要的目标 也是在第一节当中作为相应的考点来讲解 那么第二节呢 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失灵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重点 主要就是讲到市场失灵的一些具体表现 那么第三节是财政的基本含义 及其特征 我们这里的财政 当然主要指的是公共财政 那么公共财政 它的一些特征 第四节是财政的基本职能 包括三个 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 经济稳定和发展 那么第五节呢 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建立财政制度的一些任务 最后一节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我们17年教材新增加的 而在17年的时候 当时在这一块也出了相应的考题 好 那我们从晚年的考试来看 这一项的内容啊 分值比较少 考点呢 却不少 但是我们认为18年 这一站的分值应该不会太少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的分值集中在我们的第一节和后面第四节 那么对于第六节呢 由于17年新增加 所以17年它考了一道单线选择题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具体我们来看相应的 知识点 先看第一节 第一节的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它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 是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那一类物品 就叫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呢 在现实生活中 随处可见 比如说 马路 公园 图书馆 这些实际上都是公共物品 你在马路上走 多来一个人 也在马路上走 那应该来讲 不会影响到你 你在公园散步 多来一个人 也进入公园散步 也不会影响到你 这一类都叫公共物品 那么这一类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呢 它就决定了 公共物品 往往很难由私人单位来生产 那么这个概念 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萨米尔森提出来的 它是与呢 私人物品相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多项选择题 下类物品或服务中 属于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 那你就看 这个东西 如果别人拥有了 你可不可以也去拥有这一块的服务 或进入这一块使用 那比如说国防 国防呢 它很明显是一个全国性的东西 服务 所以你拥有了国防的服务 别人拥有不会影响到你 所以它一定是公共物品 那么公共图书馆 也是一样的 多来一个人消费 对你没有影响 但是BCD 这是私人物品 苹果 一个人吃了 你不可能让它吐出来 这给你吃 对吧 这个是不行的 牙刷别人用了 再让你用 你是不会用的 电动车 别人骑跑了 那你怎么骑 骑不了 所以呢 公共物品 这一题选项是A 和E 再看 16年考试的一道题目 他说 首先提出公共物品概念的是谁 当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萨米尔森 是由他来提出来的 首先提出 第二个知识点 公共物品呢 它具有两大特征 这两大特征 分别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是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 而且这里的公共物品 指的是纯公共物品 增加一个人消费的 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记住 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也就是几乎不增加什么成本 也就是说 你用 我也用 相互之间不构成竞争 也不会增加成本 强调了集体提供公共物品的 潜在收益 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呢 它是一种派生特征 是指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出来 要在技术上 排除一个人额外消费 则成本呢 反而过高 就是说你想要 防止一个人来使用 这个成本 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还不如干什么呢 干脆让他用 你比如说 你修了一条路 这个时候 你要防止 有那么几个人 不让他走这条路 这个成本先当高 你就要 24小时 设一个关卡 要有人在那地方值班 这个成本相当高 对不对 那还不如让这个人在路上走一走 算了 所以呢 这种 非排他性 它的含义呢 是指技术上排除一个人 那么成本呢 会过高 说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在困难 潜在困难 所以私人 一般提供公共物品 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 所以就没办法排他 否则呢 成本太高 所以这两个特征 我们一定要注意 非竞争性 是主要特征 非排他性呢 是潜在特征 派生特征 而非竞争性呢 它是一种 公共物品的潜在收益 而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 是一种潜在的困难 排除的潜在困难 我们来看17年 考的这道单选题 关于公共物品 非竞争性特征的说法 错误的是 A 公共物品 非竞争性特征 是指 某种公共物品 一旦被提供 增加一个人消费 并不增加 额外成本 这句话呢 当然是对的 这也是对的 这是非竞争性的含义 B 公共物品 非竞争性特征 只增加一个人消费 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这也是对的 C 公共物品 非竞争性特征 强调了集体 提供公共物品的 潜在收益 这句话也是对的 D呢 当然就错了 也是我们要选的 那么他说 非竞争性特征 指出了通过 机制提供公共物品的 潜在困难 这个 是不对的 说明潜在困难的 不是非竞争性 而是 非排他性 所以答案 要选D 第四个 再看16年 这一块又考到了 他说公共物品 以及特征说法 正确的是 A 消费的非竞争性 是公共物品的 派生特征 错了吧 这是它的主要特征 B 消费的非排他性 是主要特征 错了 A跟B说反了 C 消费的非竞争性 是指增加一个人消费的 边际供给成本 为零 所以答案呢 应该选C 而这个D呢 这不是 不能说 边际供给成本 问零 所以 答案选C 第三个知识点 我们来看 公共物品 既然有两大特征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 那么 这两个特征 我们拓展它的含义 又衍生出什么问题呢 由于公共物品 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若是 由于 个人没有付费 而阻止其消费 就违反了 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的 怕了一头最优 由于公共物品 存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理性的个人 就倾向于 由他人付费 而自己呢 坐享七成 这就叫 免费搭车 这实际上是 我们经济学里面 的一些概念 但是 我们也有相应的题目 公共物品消费上的 非排他性特征 是理性的个人 在消费时 倾向于由他人付费 而自己坐享 这种现象 当然叫做 免费搭车 答案选D 第四个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考点 知识点 关于公共物品需求的显示 什么叫需求的显示呢 也就是老百姓 对公共物品 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 怎么样表达出来 这就叫需求的显示 人们一般通过政治机制 来显示 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通常呢 私人物品的需求显示 是通过自愿的 市场交易来实现的 比如说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件衣服 我到市场中去买 我需要一瓶宽泉水 我到市场中买一瓶宽泉水 对吧 这个是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 但是公共物品的需求呢 你是没办法买的 你比如说 我嫌走路不方便 我能不能买一条路啊 这个不行 我觉得国家不安全 我能不能买一个安全 这也做不到 于是 一般都是通过政治机制 来实现 那么它的政治机制 都是通过 具有强制性的 政治交易来实现的 比如说投票 投票 包括全民公投 选举代表选民的政治家执政 等这种方式 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安排安全 实际上当然就是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要考虑的问题 而这个国家领导人呢 是由国民选举产生 因此呢 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的显示 主要就是通过政治交易 投票 来实现 我们来看14年这道题目 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方式中 个人通过政治机制 显示公共物品需求的方法 包括 A 全民公投 这是可以的 B呢 当然不行 C也不行 D 也不行 E 是可以的 参与投票 选举代表选民 政治家执政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A和E 我们的B呢 自行筹资生产公共物品 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这不是表达 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方法 C跟D 都是涉及到的私人物品 而不是公共物品 第五个知识点 我们来看公共物品 它的供给 前面我们讲的是需求 也就意味着 我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 我怎么去表达 那么我表达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公共物品 供给出来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两层含义 一层就是如果我要供给 首先都要钱 那就是公共物品的融资 资金从哪来 第二层含义 那就是有了钱 谁来生产 谁来制造 谁负责将公共物品 投入要素转换为 公共物品的产出 也就是公共物品的生产 所以公共物品的供给 它包括融资和生产 两个环节 我们来看 首先看融资 公共物品的融资呢 钱从哪来 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政府融资 第二个途径是私人融资 第三个是联合融资 政府融资呢 那当然就是政府来出这个钱 传统意义上 一般认为公共物品 应当是由政府来出资 因为公共物品的特征 就决定了 私人 他是不可能 完全来负责 公共物品的资金的 那么当然也有 私人融资的情况 那么私人融资呢 缺点是 可能导致 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不足 结构不平衡 你要让私人来组建一个国防 他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要让私人来建设全国的道路 来建设全国的公共图书馆 公园 他也没有这样的资金实力 因为公共物品 他是没办法获得收益的 因此呢 主要是政府融资 当然现在呢 也可以采用联合融资 就是一部分是政府负责 一部分呢 是私人负责 13年的考题 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提供者 当然 是政府 答案选C 再看这道多选题 公共物品融资方式 三种 政府融资 私人融资 和联合融资 A B E 第七个指示点 仍然是公共物品供给的 第二强含义 关于公共物品的生产 公共物品生产的方式呢 通常有政府生产 和合同外包 两种方式 那么政府生产 是公共物品提供私有化 不是私有化 后者 是公共物品提供私有化的表现 那么合同外包的签约者 可能是盈利系机构 当然 也可能是 非盈利系机构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 提及的一点就是 可能有的考生朋友 会注意到 我们国家近期 有一个词是比较热的 叫做PPP模式 那么PPP模式呢 实际上就是把 公共物品的供给当中的 融资和生产 这个环节 将政府和私人 把它做了有效的结合 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来做题 关于公共物品生产方式 说法正确的是 多选 政府生产和合同外包 是两种典型的生产方式 这句话没错 B 合同外包中 私人签约者可能是盈利系机构 没错 C 可能是非盈利系机构 也没错 那 它可能是盈利系机构 当然也可能是非盈利系了 D 政府生产是公共物品提供 私有化的表现 当然错了 合同外包 才是私人化的表现 E 合同外包 是私有化的表现 所以这一题答案呢 是 A B C 第八个知识点 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结构 这里所讲的制度结构 其实就是把公共物品 从它需求显示到融资 到生产 到提供 到利润分配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全部把它由制度化的形式 把它约定下来 所以制度结构 涉及到四个方面 第一 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制度 也就意味着 由谁来决定 这个公共物品 是生产还是不生产 我们国家的高铁 到底要建多长 这就是一个决策问题 公元的覆盖率 要达到多少 国房的支出 每年要有多少 这都是一个决策问题 所以决策问题 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核心 决定了 后面才能去做 第二 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制度 钱从哪来 公共物品供给的生产制度 到底是政府生产 还是合同外包 公共物品的受益分配制度 谁享受这些公共物品 我国的目标呢 是要建立一个多元的 竞争性的 有效率的 均衡发展的 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各位 这句话 是教材新增加的 我们要重点掌握 是要一个多元的 竞争性的 有效率的 均衡发展的 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结构 所以我们刚才提及到的 PPP模式 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目标 而存在的模式 那么国务院印发的 13-5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呢 就指出 到2020年 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 要更完善 体制机制更健全 在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劳有所养 住有所居 等方面 要持续取得新进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学这一块 九年义务教育之外 在高中 大学 国家在大力推行 民资入教育 那么在劳有所得 国家是要保证的 病有所医 那么医院这一块 也已经进行了改革 允许呢 民资来设立 劳有所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国家 老年化程度越来越高 那么 养老院的问题 可能会作为 很重要的民生问题 住有所居 居住 国家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连住房 保障住房 等等 等方面呢 要做到 那么具体的目标呢 均等化水平 要稳定提高 标准体系 全面建立 保障机制 巩固 健全 制度规范 基本成型 这是四个目标 我们刚才 这一块 也都是2018年教材 新增加的 请大家务必要把蓝色字体呢 要看懂 看会 我们来做这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结构说法 正确的是 A 我国目标是要建立单一的 非竞争性的 有效率的 大家可以看到 错了 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建立的是竞争性的 而不是非竞争性的 B 到2050年 体系更加完善 制度更加健全 怎么样 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需要到2020年 不可能再等30年 C 主要目标是这四个 这句话是对的 我们的答案就要选C 那么D错在哪呢 他说在老有所教 老有所得 学有所教 老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和住有所居等方面 保持原有状态 错了吧 我们要取得进展 好 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知识点 第二节呢 是市场效率 与市场是零 这块 知识点不多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市场 以及市场机制的 基本规律 市场呢 前面我们在第一部分里面 已经讲过市场与市场体系 那么它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是具有效率的商品交易机制 那么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就是供求 关系规律 很简单 供大于求 价格下降 库存增加 生产低迷 需 就是供不应求 就需求大于供给 则价格上涨 库存减少 生产增加 那么这些呢 都是通过价格和产量 可以不断地运动 波动的 进而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那么这一个知识点实际上呢 没什么好处提的 主要是大家 可能放在我们这一张当中 公共物品与财政这一块 感觉好像不太像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后面的市场是零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那到底什么叫市场失灵呢 市场失灵是指资源在配置的某些方面 是无效 或者是叫缺乏效率的 也就是市场啊 它这种无政府的状态 有时候它是没有效率的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供求关系规律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市场 可能呢 会无效 那么这是由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 这种资源配置 反正本身可能会有缺陷 那么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有可能会出现自然垄断 那么价格呢 被少数企业所操纵 善失了市场效率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 信息的不对称和不成分 资源呢不能有效的配置 第三种情况 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 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 那么对于这种公共物品 你完全由市场去做 是很难的 因为公共物品它具有消费上的 非竞争性和非排大性嘛 对不对 市场它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市场你要去配置 它是无效率的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 那么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它会导致呢 贫富差距会非常的大 收入分配呢 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一种市场失灵表现的 这四个方面就决定了 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 还必须要靠什么 公共财政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第三节的内容 那到底什么叫财政 财政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 需求相适应的财政类型 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我们国家是已经明确的 但关键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有市场失灵的情况 那么政府的职能呢 是弥补市场缺陷 所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 那么政府你就必须要出面 也就意味着 财政也就要出面了 那么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 公共财政支出呢 最主要是最主要的投资来源 所以如果资源配置方式 以计划为主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财政啊 这一块的投资来源量 是非常大的 像我们国家 没有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是靠计划 所以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贷款 甚至你买东西需要的各种票证 都是要靠财政来执行的 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来看一下财政 它的核心和本质要求 财政的核心呢 是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 而不是满足私人需要 它的本质要求是 由公众参与决策 参与管理 参与监督 因为财政本身 它的这个权利 是国民通过选举和政治机制 来选取了领导人 来获取的表达了需求 那么另外呢 财政的资金 主要是通过老百姓交的这种税收 因此公众具有参与决策 参与管理 参与监督的这样一个权利 我们来看这一题 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 满足什么的分配活动 那当然是社会公共需要 答案是选B 第二个 好我们再来看财政呢 它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财政的四个基本特征分别是 弥补市场失效 这个也是财政存在的首要的智能 刚才我们讲到第二节的时候 市场失效是有四种情况的 所以才有了财政 还有提供公平服务 非市场盈利性 也就是不盈利 法治化 这四个智能 那么其中呢 提供公平服务 是财政的最重要的目标 和基本智能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来做题 财政的基本特征 那当然是弥补市场失效 提供公平服务 非盈利性和法治性 答案是AC 第一 四个基本智能 再看2015年的这道题目 它说政府预算啊 必须经国家的权力机构批准 这体现了财政的什么特征 刚才我们讲的四个特征嘛 对不对 政府预算 就是财政的资金 它的收和资 必须要经过权力机关 那么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 来批准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必须要走法律程序 这就是体现出来了 它的法治性特征 那么这个题目啊 如果你真正记得 财政的四个基本特征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 肯定选A 因为B、C、D 它都不是财政的特征 好了 那我们暂时呢 先讲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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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